到这边啊 氛围突然改变了 宫廷御宴 松花宴 刚才那个展厅只有介绍说啊 清朝时候 皇帝御用的宴台 有很多就是这个松花宴 在中国古代那些著名的宴台里 松花宴的出现应该说是很晚的 康熙十六年呢 皇帝派大臣伍摩纳去拜神山 也就是常拜山 伍摩纳在拜山之后啊 发现附近的居民 用一种很漂亮的石头来做磨刀石 没错 最早啊 他就是用来做磨刀石的 他就带了几块这样的漂亮的石头 回来进宫给皇帝啊 皇帝一看龙岩大月 说终于看到这个圣山的石头了 而且摸起来这个感觉啊 好像是能做宴台 康熙啊 就下令让造办处拿这些石头去做宴台 做完之后啊 用果然是相当的不错呀 康熙十分喜欢 就赐名啊 松花石松花燕 康熙不但自己喜欢用啊 还经常的去赠送一些宴台 给这个皇子皇孙呢 给这些文臣武将 比如说这里边陈列着一块这个赐子燕就非常的有名啊 这个赐子燕呢 是康熙五十二年啊 经过二立二废太子印人之后 康熙啊 终于选定了四皇子印针 作为接班人 然后赐给他这样一方燕台啊 这个燕台背后啊 刻着字 一拳之石 取其尖 一勺之水 取其净 勉力皇四子印针呢 求真务实 克难拍剑 勇往之前 意思呀 就是大卫 基本上就定你了 同时啊 康熙帝还很喜欢他的皇孙 就是后来的乾隆啊 也赐给乾隆一方葫芦印 勉励他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此后啊 康庸前三代的皇帝啊 都非常喜欢宋花宴 都定为玉宴 不准一般人用啊 你看这个 这燕台上还有一个小鱼的化石 这也有 直接就把化石啊 坐到燕台盖里 非常的精巧 康庸前三代的宋花宴啊 他们的艺术特点又不尽相同 康熙时代的燕台啊 他的燕盒盖的这个周围啊 都有一些云纹呢 回纹呢 还是相对的朴素一点啊 燕台一般都是以长方形为主 还是显得庄重一些 那么到了雍正时期啊 这个燕台的形状就丰富多彩一点啊 你看有这些类似椭圆形 不规则形状呢 也有畅方形的啊 然后也有其他特殊形状的 你看这个就是一个寿字的燕 这边还有一个葫芦燕 所以你别看雍正这人看起来啊 好像是没有那么多先前雅致 但是他对这个宋花宴的品位 要求还是很高的 和他父亲康熙一样 还是有些不一样 而且雍正啊 也很喜欢把宋花宴送人啊 像什么天文静 李卫 年庚瑶 这都得到过雍正皇帝赏赐的宋花宴 雍正前信佛教 所以他的燕台里有很多都是这个 有万字符啊 有蝙蝠啊 这些福寿吉祥的寓意的燕台啊 到了前隆帝的时候 风格又发生了一些改变 形质上更灵活更活泼 然后体型上稍微小了一点 而且上面的燕台盖上的浮雕越来越多 文饰呢也越来越精美 看得出来这个乾隆帝啊 他的审美情趣还是相当不错 这三个展规啊 分别展示了康庸前三代帝王的精品松花宴 也很能体现出啊 这三代帝王的个人审美情趣的不同 咱们先看康熙时期这个燕啊 这是双凤燕 燕台里潜伏雕了两只凤凰 好像是一大一小 这边的燕盖呢 上面有一个这个鱼的化石 很古朴啊 很古朴 这个瓜的形状 虽然说是也挺生动吧 但仍然是很古朴 到了雍正那边啊 首先气形上啊 多了一些丰富和变化 这个葫芦 谐音符录嘛 雍正很喜欢 而且因为信符啊 可能会有一些佛教的元素 这还有这个小蝙蝠 然后它的底部 还有这个款 然后还有以敬为用 是一永年 都变现出雍正个人的一些特点吧 那到了乾隆那儿啊 一看啊 就很精致 这潜伏雕 做的多精致 多细腻啊 包括这样的 里边有大量的字 写的都很工整 也不知道是不是乾隆的玉笔啊 这边这一方啊 松花石 河图 洛书雁 也是非常的精致细腻 乾隆时代这些燕台的精致程度 要更胜以往 但是呢 一定程度上来说 也失去了 以往燕台那种 古朴自然的风格 这边是松花石的 开采 制燕 使用 赏赐 等一系列过程的 一个微缩景观 就是 这笔字 是不是有点草率的